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YouTube 频道里面 我们经常收到 论者的一些留言 希望我们讲讲 保养的提示 今次 我就用这一架 走了二十多万公里的老爷车 跟大家分享一下 保养需要注意的事 在开始之前 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 对于一些新手来说 尤其是买了二手车回来 保养好像千头万岁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如果你计划得好的话 所有的事是预先这样做了 不要让它坏了 你就可以享受到一个 很愉快的驾驶经验 老一辈的人 都说保养一架车最重要 最重要是五油三水 引擎的脊油 波箱油 鼻力油 风油泰油 还有燃油 水 就是电池水 冷却水 还有洗玻璃的水 首先我们讲油 一个车里面 换得最频密的油 就是脊油 我们以前说过 如果用合成解油的话 我们建议是一万公里 半年 怎样都换掉它 关于解油的详细解说 我们以前曾经拍过两集 大家不妨去找那两条影片看看 我们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自动波 另一类就是我这家的手波 自动波的波箱油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网上很多讨论 就是说 有些是Lifetime 但我不是很相信 有些油可以用到Lifetime 因为自动波里面 它有很多 Multipate Clutch 在磨擦 会产生很多铁粉 棍波的波箱油 它的磨擦 反而是 齿轮和齿轮之间的磨擦 不是这样的磨擦 所以它产生的磨擦 和磨出来的铁粉 其实是比自动波少的 所以更换周期 反而我觉得 是没有自动波那么密 但无论如何都好 波箱油是要换的 自动波 或者是手波也好 我都建议大家 5-8万公里 就会换一次 如果你不换 会出现什么事呢 如果自动波油 不换 你就会觉得 譬如转波不顺 刺 跳 如果是手波 你会觉得转波的时候是紧 这就是 油旧期的一个征状 至于波箱油的选择 规格 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呢 自动波油很关键 我们一定要用 原厂指定的规格才好 均波油 就简单些了 其实它只不过是 一些稠一点的解忧 至于黏度 也都在这个说明书 那里讲得很清楚 通常都是75W-80 级黏度 详细呢 你看回你的说明书 有写得很清楚的了 大家都听过 什么叫封油车 就是一个动力辅助机构 去帮你扭转 令到你轻松一点 现在很多新车 都没有车油车 因为转了用电车 但如果你的车 还像我那样 是用油压系统呢 那我恭喜你了 因为油车 转上来就好玩一点的 感觉呢 是精准一点的 封油车 因为它是有个泵 去产生油压 然后呢 在车尺那里呢 它有驱动器 帮手推你的车 所以呢 其实都有很多 磨擦的机械零件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会磨掉一些铁粉出来 如果铁粉 又要经过一些很小的 挖路啊 这样 久而久之 你就会觉得 糖车 是会越来越重 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考虑一下 换你的车油了 检查车油呢 你就应该在你的车上 就找到一个油壶 上高呢 就写着 Power Steering Fluid 那你留意一下 那个液面 是不是在上下限之间 如果是的话 就正常了 如果不是呢 那就留意了 可能有些地方漏油 你要找人检查一下 就算它没有漏油也好 3至5万公里呢 你应该考虑一下 换一次 Power Steering Fluid 你留意一下自己开的是 后驱车 四驱车 还是前驱车 如果前驱车就简单 机器就在前面 后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这架呢 是后驱车来的 后驱车呢 就会有一个尾牙 需要独立的油 通常尾牙的油 黏度呢 就会比波箱油 稠一点 大家在你自己的说明书里面 查一查呢 就可以找到相应的黏度 尾牙长期不换呢 那个磨损程度呢 其实是比波箱更加严重的 当你听到尾牙磨到响呢 那就太迟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换波箱油的时间呢 就顺便换完尾牙油 这个做法就最稳妥了 如果你是四驱车 有个中叉的话 那又多个油了 就也是 在换波箱油的时候呢 顺便换完尾牙 那就最稳妥了 我们曾经拍过专门的影片 是介绍避力油的 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吧 简单来说 如果避力油呢 我建议你三至五年呢 就应该换了它了 还有呢 你平时打到车头盖 检查一下避力的液面 如果你看到它慢慢下降呢 不要急于补充 因为你的避力皮蝕 那避力油就会慢慢下降 换皮呢 它就会走回来 技力纸油呢 和避力油呢 是相同一种油来的 你换的时候就方便一点 不需要说买两种型号 而换的时间和周期呢 我建议你 都是放在一起 避力油呢 三至到五年呢 你应该换了它了 如果避力油 你来不换 你会发觉什么事呢 就是你的避力呢 踩踩踩踩 就好像越来越不应 因为它吸了水分 之后呢 它的 boiling point 就会下降 下降得很严重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避力呢 就开始失效 我们不要等这个情况 去到这么快才做事 三至五年 将避力油和几力炙油 一起换了它 那可能大家都会说 燃油 不用说了 没有油便入油 但其实入油呢 都是有学问的 当然我所说的学问呢 就不是说星期一帮请哪间 星期二帮请哪间 是有优惠的 那记住一件事 入油呢 真的不要沽寒 不要让油针 跌到低于四分一 因为当你用油缸最底下的油 是会有两个问题的 第一 就是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有油站 你在香港 当然方便 如果你在外地 可能你错过了 最后油站之后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油站 那没有油便很危险 第二 如果你经常使用油缸最底下 那一阵我们俗称油底 对油泵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会吸了很多油底里面的垃圾 塞住水平 同时油泵是靠那些电油去冷却 浸住它冷却的 当液面越来越低 冷却功能下降 油泵也会越来越热 所以总的来说 不要用到油缸底才入油 去到四分一 你就一定要去找油站 冷却水的功能就是负责冷却 在水箱里面 它要应付一个很高的温度 你检查冷却水的时候 千万千万千万 引擎还是热的时候 摸内水箱还是热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以打开水箱盖 否则 就会出很大的意外 现在的冷却系统 基本上都是标准化了 就是在水箱旁边 它有个附座交互的 它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水箱的温度很高的时候 有部份的水箱 就跑到胶壶那里 然后让它凝结了 然后水箱冷了 压力降低 就把水吸回 就可以令到水箱的水 长期保持这么多 你就不需要常常去加水 几十年前的车常要加水 现在不用了 所以我们要检查 就是检查 那个附座交互 那个液面 是否在范围里面 不需要浸满它 它在范围里面就够了 你定期看看 就可以了 经过了 三至五年之后 你就可以考虑 换一次 你的水箱水 为什么呢 水箱水如果长期不换 它的功能 除了散热之外 它还会有一些 防瘦和润滑的效能 如果你长期不换它的话 这个效能消失了 就会令到你的 引擎 水箱里面的零件 就可能会腐蝕 如果你的冷气 是自动恒温冷气 都会好一点 因为那个HIT TAR CORE 水是经常困住的 如果你的手动冷气 你那个冷暖 是拨一个挖洞 去开HIT TAR CORE的混水 因为香港热 很多司机朋友 他经常一年到晚 都是开最冷的 就是说HIT TAR CORE 从来都不混水的 这样的话 三四年之后 HIT TAR CORE 就会穿的 到时那个维修费用 就很贵 所以如果你的车 是手动冷气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呢 除了定期换水箱水之外 还要定期打开HIT TAR CORE 那个挖洞 让那些新鲜的水 兜进去 这样才会令到 你整个系统里面的零件 得到水箱水的润滑 这样才耐用的 只要说 如果我的冷气系统出了问题 我的水箱水少了 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你的水 是充满了整个冷气系统 那你的冷气系统功能好呢 温度是正常的 但如果你的水是少了 里面有气泡 那些气泡走在引擎中间 那里呢 就会令到引擎 是突然之间的温度 升高得很多的 那你会看到水温标上升 甚至乎 是亮了红灯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立刻停下 否则引擎就会坏了 洗玻璃水就很简单 你用光了 你就要加些上去 但是也有些地方要留意的 就是你在加这些这样的玻璃水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些清潔液 令到它在工作的时候呢 水泊就不需要那么大摩擦 它有润滑的功能 但是有些人呢 就贪方便 用一些肥皂水啊 洗洁精啊 之后就这样放进去 滑滑的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水箱加活里面有个泵 泵出来之后 就经过一些很窄很幼的管道 然后就噴到玻璃那里 如果你放进去的东西 简性太多 有两个缺点的 第一就是泡太多了 根本上就会 塞住了一些很窄的管道 是泵不到出来的 第二就是如果简性太重呢 那些清潔液呢 可以破坏了你的喉管 也都会破坏到你的泵的车液 最糟糕是什么呢 当它噴在玻璃的同时呢 也都会噴在你的车壳上面 那些水干了之后呢 简性越来越高呢 就会破坏你的油漆的 所以千万不要用你 随便在厨房 拿支什么洗洁精啊 什么威宝那些 不要 要用 就是用专业的玻璃清洁液 我们经常听老前辈说 电池要加水的 定期看一下那个 液面低了的话呢 就加一些蒸馏水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原酸电池 都已经是用一种所谓的 免维护的设计 就是原本的原酸电池 它是用流酸来做电解液的 那流酸呢 就是流酸加水 当那些水受到热量 或者电池工作的时候呢 那些水慢慢地揮发了 那那个液面就下降 浓度太高 那电池呢 就会不工作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加一些蒸馏水 去令到那个 液面正常一些 而免维护电池呢 用一些啫喱 壮的东西 其实是一些电粉来的 就代替了 水 令到那个挥发的速度减慢 电解液呢 就长期维持在一个 适当的高度 那你就可以长期使用的电池 而不需要再加水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样 一样东西 免维护的电池 和传统加水的电池呢 性能是有少少不同的 虽然它们都是原酸电池 但是呢 它的特性就是 传统的加水电池呢 它的电的性能是慢慢慢慢降的 所以电池 上下死之前的几天呢 其实你会感觉到的 比如灯是暗 摊火 摊得很辛苦 但是免维护的电池呢 就不是这样 你今天也更好好的 早上也更好好的 下午摊不到 而且摊不到呢 你又不能加水 又什么办法都没有 那所以 免维护的电池 你要更加留意 那个换电池的周期 这一集我们讲油和水 下一集我们会讲 汽车里面的一些 过滤器和经常会 选耗更换的小零件 如果对于这集的内容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 谢谢大家 有关心的 您 sağ欢迎 谢谢大家 这一切 你说 谢谢大家